黄瓜为什么叫黄瓜 黄瓜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蔬菜 清脆可口 气味清新 深受大众喜爱 大家都知道黄瓜是绿色的 所以很多人对黄瓜的名字都留有疑问 那么黄瓜为什么叫黄瓜呢 黄瓜是属一年生葫芦科植物 在我们国家各地普遍在种 相传黄瓜的原名叫胡瓜 是西汉著名的外交家 也是自仇之路的开阔者张谦 在初始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 可建立后照的石勒本 是入赛的杰族人 也被叫做胡人 所以他见过之后就明令禁止 无论说话还是做文章都不能出现胡字 否则一律斩首 他在一次朝会上 故意指着一碟胡瓜 问大臣樊坦为何物 樊坦知道皇帝是故意拷问他 便说此案佳肴饮杯绿茶 金尊甘露预盘黄瓜 也因此胡瓜不得不改名为黄瓜